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比较冷门的香港恐怖电影 666魔鬼复活 666是6月6日6时的意思 正在分析股市的女孩就生在这天 她突然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 电话里的男人说她有可能是魔鬼的女儿 如果肯接受测试就送给她一个愿望 女孩烦得要死 咱们会接到这种无聊的骚扰电话 为了让对方死心 她随便说了一个愿望 大盘上涨 男人答应了 诡异的荧幕即刻上演 屏幕上的数字快速飙升 女孩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时候电脑上又出现了 我大楼下电话亭等你的字样 担心会发生意外 女孩叫来了自己的同事 远远的看过去 电话亭里站着一个黑衣男人 同事让他不要靠近 自己先过去看看 但没想到这是一个假人 他们俩还没有反过来是怎么回事 竟从不远处拾来一辆卡车 卡车静止地撞下电话亭这边 同事当场死亡 女孩被吓得愣在原地 司机穿着与假人一模一样的衣服 他才是打电话的那个男人 女孩醒悟过来 想要转身逃跑 可结果却被男人一枪麻醉剂打倒在地 他要接受测试 这段时间手中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梦到爸爸 黑白五色的场景 爸爸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惨到抛弃 这一次他除了爸爸还梦到开卡车的男人 他把麻醉后的骨饰女孩绑在石子架上 要证实6月6日出生的女子 是不是黑暗之主魔鬼的女儿 就需要抛开胸膛挖出心脏 不死就是真的 很可惜女孩不是天选之女 结局只有死亡 手中被吓得从梦中惊醒 他曾去卫生间里洗完脸清醒一下 却没想到门后面正站着死掉的骨饰女孩 他恶狠狠的说了一句 把心脏还给我 还好只是梦中梦没有任何危险发生 手中深深的疯了口气 本以为是场普通的噩梦 可当他和好友一起去上班的时候 又见到了梦里面的男人 他坐在路边静静的看着 很明显是已经盯上自己 怪是一件接着一件 手中是一名警察 最新接手的胸案与噩梦一模一样 死者被绑在刀刮的十字架上 他是古式女孩 案件由胸案组组长污铁南负责 根据现场的摆设和政务来看 很像邪教仪式 死者的身上用血化成七种不同的符号 头上带着用荆棘扎成的羊角 手中被抛弃之后 生活在教会的孤儿院里 对圣经有着很深的了解 他认为这是骑士录里的羔羊 羔羊代表耶稣 修手有可能对耶稣非常丑视 为了了解的更为透彻 他带着铁南部长 找到了教会里的神父 看过凶杀现场的照片之后 神父判定为反基督邪教 十字架是耶稣的圣物 但如果翻转过来 就是魔鬼撒旦的象征 说到这儿 他又想起来一件事情 多年前 他看到过手中爸爸的脖子 那上面纹了三个六字 这也同样是魔鬼的记号 现如今又发生这种命案 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警方已经调查清楚死者的背景资料 他叫露露 是金融公司的一位高管 生于1969年6月6日 结合神父给出的意见 他们认为凶手对三个六的女子 有着特殊的兴趣 为了尽早破案 警方打算引设出洞 让警局里的三名女同事 冒充1969年6月6日出生 他们会更改身份系统里的档案 凶手很有可能会再次犯案 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凶手会出现在警局里面 主动的找到守正 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友大 生魔鬼瞎放到人间的仆人 需要让守正测试一下 是不是主人的女儿 如果是 就能在那天之前掌管世界 守正以为是遇到疯子 便急踪踪的撞开男人 想要跑开一点 可结果就莫名的出现白光 他整个人都被弹飞出去 男人表情阴冷的想要靠近 又突然听到一声声的大笑 他痛苦的失忆起来 发出笑声的是主人撒旦 他开心的说着 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你了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哪怕是对宗师的仆人 趁着凶手浑身贪软无法起身 守正立刻跑了出去 直到此时 游大太恢复正常 他紧追上来 想要把人抓回去进行测试 阻拦在身前的警察们 被一一打倒 现场乱作一团 关键时刻铁南出手阻击 他的功夫非常厉害 虽然凶手有着很神奇的魔力 可他毕竟是人类之躯 真的对弓起来 也很难占到便宜 眼瞅着形势对自己渐渐不利 游大便施展了一招弥补弹 又是白光 又是爆炸 临走前 狠狠的对守正说了一句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凶手大闹警局又全身而退 对警方来说 简直就是耻辱 高层连夜开会 向中央总施压 根据目前掌握到的现场来看 凶手疯狂的崇拜魔鬼 认为魔鬼的女儿 出生在1969年的6月6日 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 需要挖出心脏来进行测试 不死就是成功 她已经盯上守正 肯定还会出击 只是有一点警方想不明白 凶手该如何得到被害者的资料 事实上非常简单 游大的魔法不仅仅是发出白光 她还能通过言语控制心神 让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透露身份信息 这一次 她问出了3个6月6日出生的女孩 却不知这些人都是警方诱饵 就算抓回来 也没有办法测试真假 因为他们的出生日期都是假的 最终的结果只有死亡 同事们的安装保护 起不到任何作用 有大科用魔法控制诱饵 让他们乖乖的跟着自己离开 当铁男等人在此找到的时候 已经变成尸体 除了心脏丢失 没有发现其他伤口 法医在死者的血液当中 显得到一种麻醉剂 有止痛效果 但不会让人失去知觉 踏实在清醒的状态下 被取出心脏 脊椎附近的神经 没有遭到任何迫害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动 法医当中做了实验 调动神经 让尸体出现反应 在场的所有警察都被吓了一跳 法医让大家不要紧张 这是正常反应 可警戒者又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状态 尸体说话了 守仗才是犹大的最终目标 他早就知道 那几个人是警方派出来的诱饵 杀人只为警告 他主动打来电话 提到了守仗的爸爸 如果答应出来见面 就会说出他爸爸在哪 守仗第一时间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同事 他们决定再来一次引蛇出洞 有了之前的失败教训 必定会作成个稳筒完善的计划 署长铁南亲自监督 可是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尤大是真的可以让守仗 看到梦里面的那个男人 不需要控制心神 就会主动的跑过去 打扮成乞丐的警察加明 还在一旁和真乞丐争抢地盘 当铁南通知他的时候 已经晚了 守仗不知所踪 他追着爸爸一路来到大厦天台 尤大到一等候多时 之前的所见所闻只是心魔 他爸爸已经死了 而且那也不是他的亲生爸爸 在尤大的讲述中 守仗明白了事情真相 魔鬼撒旦和人类女子 生出了一个女儿 由于女儿诞生在妈妈的心脏里面 所以他一出生 妈妈就当成死亡了 那个抛弃他的假爸爸 是魔鬼的仆人 是尤大的上一任前辈 负责把主人的女儿养大 等到了合适的日子 就恢复记忆统治世界 可慢慢的 他把守仗当成了亲生女儿 想让他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于是便更改出生年月 送去教会孤儿院 他本人去了梵蒂冈躲避魔鬼 可最终还是难逃义词 魔鬼让他得了不治之症 守仗的真实出生年月 是1966年6月6日6时 如果不信可以挖出心脏 关键时刻 铁男和家民及时的赶到天台 守仗的身上安装了跟踪器 这一次尤大没能逃过抓捕 审讯时 这位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公正不讳 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误 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主人的女儿 世界需要改变 在场的所有警察都把他当成神棍 只有守仗心神不安 他通过大使馆联系到了梵蒂冈 爸爸是真的已经死了 就连死亡原因都和尤大说的一般无二 挂断电话 他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声音有些熟悉 之前在警局里 尤大想要发起攻击时就曾听过 他让守仗去照照镜子 镜子里的他并不是本来面目 听着听着守仗的心声开始好呼起来 他不由自主的想化妆 想要变成另外一个自己 室友玫瑰出去买夜宵还没有回来 男朋友嘉明独自待在客厅 守仗慢慢的走了过来 他打扮的十分性感 与之前的风格完全不同 深夜还主动上手挑逗嘉明 嘉明没有想到会如此艳遇 虽然感觉不对 但也没有表示拒绝 可关键时刻 女友玫瑰走了进来 他一眼就看出这两个人有些暧昧 但是没有抓到实质性的证据 也只能自咽苦水 守仗直到回房才清醒过来 他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镜子里有一个顶着仰脚的女人 长得和他一模一样 此时此刻正开心的大笑 第二天一早 守仗就来到监狱提审尤大 他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头上顶脚的女人和自己是什么关系 尤大自自细细的打量了一番 他看得出来守仗已经有了变化 本性在一点点的恢复 6月6日那天就可以接受测试 把自己变成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 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他人 守仗听后下意识的回了一句 如果我有能力 第一个就是要你一死 话音刚落 尤大就不受控制的开始装起桌子 哪怕额头出血 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幸亏有其他同事帮忙 才及时的拦了下来 要不然他真的可能死去 紧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怪事 守仗和玫瑰在审讯一名罪犯时 罪犯突然发疯抓住了玫瑰 而守正却又一次神志不清 说了很多刺激罪犯的话 让他放下枪当自己的仆人 眼前的女警察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储货 没有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罪犯被成功蛊惑 直到再次被抓 还不停的高喊主人 玫瑰虽然已经获得安全 但是他对守正十分不满 刚刚为什么要刺激罪犯 如果罪犯真的发疯 会非常威胁 也许尤大说的都是真的 他就是魔鬼撒旦的女儿 不仅想要害他 还故意勾引男友 此时的守正已经恢复神志 他不明白 好友为什么要这么说自己 下意识地回了一句去词 可结果 乔鹏鸟被不远处的罪犯听到 罪犯得到指令 发了风势地睁开束缚 跑向玫瑰 包着他一起撞碎玻璃 从楼上跳路 两个人当场死亡 坏事接踵而来 6月5日晚上 看上尤大的警察发现犯人上吊 便急匆匆地打开牢门 过去施救 却没想到会中了尤大的圈套 他是假死 他又出去完成任务 警察被杀后 换上了他的衣服 大大方方地走出监狱 嘉明得到消息后 立刻来保护守正 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家里面空空的 只在镜子上面 画着一副鬼脸 时间来到6月6日的凌晨4点 嘉明和铁男又来找神父帮忙 他们想知道 守正被抓去哪里 神父认为 凶手信封的是魔鬼撒旦 每样东西都要与上帝有关 耶稣是男性 他就生出女儿做人间使者 耶稣诞生时 天空有一颗大星 女儿出生就肯定是月圆 而今天就是6月6日 农历十五 传统的月圆之夜 耶稣生在高山 犹大就肯定带着守正 去类似的地方 让他恢复真身 重新复活 嘉明想到了上一次 抓到守正的地方 城市里的大厦就是高山 那里又方便看到袁月 是最符合条件的地方 铁男立刻叫来警察团事 于5点45分赶到大厦 神父猜的没错 守正已经被绑在十字架上 6点钟就是仪式开始的时候 魔鬼的女儿会降临房间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走 带过来的这些警察 起不到任何作用 都没有反过来是怎么回事 就一个个的惨到割喉 尤大在上后处 用手指轻轻的抹了一下 让他们变成傀儡 开始攻击嘉明铁男 形势变得非常不利 这些人已经死过一次 不再惧怕枪击棍打 拖到6点就算成功 关键时刻 神父赶到现场 物理攻击不行 就只能让圣水十字架 傀儡瞬间压火 又一个个人变回尸体 三打一 尤大落入下风 手上刚刚从十字架上下来 就看到他狼狈的 向自己这边跑来 剑子的情景 便用力的推倒十字架 压在他的身上 铁男不再犹豫 立刻上前补刀 拿着圣定枪 对对十字架的手脚位置 连续射击 尤大被盯了上去 家明点燃酒精瓶 扔在身上 瞬间燃起大火 尤大哭喊着 祈求主要宽恕 不能让他的独生女 恢复真身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除了手证之外 其他人都开始 收拾现场联系医院 让他们赶快过来救人 六点的钟声响了 666 6月6日六时 手证听到了 魔鬼父亲的呼唤 他会继续测试 当家明察觉到 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晚了 手证抛出心脏 但他依旧不死 魔鬼的女儿 降临人间 电影到此结束